观世音菩萨 感恩祝佛菩萨和荣天护法 感恩师父 这位同修是五三年的蛇 请师父帮他看 他身上的附体众生 在他身上已有四十多年了 已念了几千章的小房子 现在附体众生也跟着同修一起念 附体众生很希望见师父 超脱六道 在观世音菩萨妈妈身边 请师父慈悲指点 同修应该怎么做 他附体众生才能离开 他几几年了 五三年的蛇 师父我的夜上我自己背 不要师父背 你背不动 他这个附体众生呢 是跟着他很多年 但是是一个善灵 不是一个恶灵 对的 是的 他没有害他 对 这是你上辈子的一个情人 听得懂吗 他不肯离开 他希望能够跟你在一起 所以我跟你们讲 这辈子不要去欠人家感情 这辈子欠人家感情 下辈子就是这个样 你们上辈子欠人家感情 这辈子就会受这个果报 因为很多人死的时候说 我下辈子永远跟你在一起 他不能来到人间投胎 你到了人间了 他就附在你身上 就是这样 是一个你的老情人 现在呢 因为你念经 所以他受到很大的益处 他也希望能够操作他 但是呢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 对的 对的 你看他都知道 说的都对 你看你们知道吗 因为是个情人 所以我再三跟你们讲 不要去玩弄人家感情 所以你们很傻的 我告诉你 种什么种子 接什么果 所以你必须 继续要跟观世音菩萨求 像这种事情 求观世音菩萨 帮他解脱 因为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我觉得 你还是要多求观世音菩萨 这样的话 他能够拿到 这个观世音菩萨慈悲之后 那种令牌 到天界 然后传到地府 阎王老爷 阎王殿 阎王殿里面 男后才能 因为他是属于阎王殿管的 而我们人可以属于天管 也可以属于阎王殿管 所以我们在当中 师父 我是他身上的父体众生 来了吧 我早就知道他要来了 现在来了 我祈求师父 祈求观世音菩萨 为我做主 你们基皮科都起来了吗 我早就跟你们讲了 你们不相信了 现在当场让你们看看 我愿意离开 我不要再让他痛苦 我愿意听师父 愿意听 吻信佛少的话 你不要太难过 因为你 我做了 我害怕痛苦几十年 我真的做了 你也不要太难过 因为你是灵性 你希望要得到超脱 所以呢 你跟他过去的缘分 还没有了结 所以你会附在他身上害他 但是你最不应该做的 就是当时把他搞得 非常的痛苦 所以你也应该学 菩萨的慈悲 虽然你在明府 明道里边 但是你还算是一个善灵啊 我不敢造 我也不敢乱 你不要造 实际上 实际上因为他的念经 已经使你脱离了 在中阴生当中受很多的苦 你还算自由的 对不对啊 对 你主要的当时经常用他的身体来一种感情上的交流 也有一点报复的样子 你知道 你这就是又在造心业 所以 你为什么老脱离不了他呢 身体呢 就是因为你有心业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听台长的话 说的全部 对 你要听台长的话 好 好吧 好 台长会请观世音菩萨来慈悲你的 好吗 好的 你现在可以做件好事 做点功德 你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做鬼苦不苦啊 很苦 很苦 你告诉大家 人死了会不会做鬼啊 会 没有修进一下地 很恐怖 很恐 很苦很苦 我很怕 你可以告诉大家 你当时死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痛苦啊 很痛苦 真的 所以不要 不要再去想 因为你当时死都没那么快死掉 所以你现在 跟着他 学佛了 对不对啊 对 你知道台长能救你 你很聪明 你知道台长是谁啊 观世音菩萨 你好好的修 台长会帮你 好吗 但是你 记住 因为你在轨道 一下子 要超脱 很难 你可能 要投一个胎 师父会 帮助你 投一个胎 然后 再好好地修 可能下辈子 可以修到天上去 好吧 好的 我就是怕 同胎转世 又再来受苦 千万不能再来受苦了 不要 人都是很苦的 很苦 你是我碰到的很多灵性当中很开悟的一个 我劝你多求观世音菩萨 我也会劝你身上的 你的那个主人 也用功德帮你求观世音菩萨 然后 请观世音菩萨下圣旨 通过御帝 然后通知明府的阎王老爷 让你离开他 让你能够顺利 超脱 好不好 好 感恩师父 感恩 观世音菩萨 你不要太难过 做鬼了 也要好好修 我们现在心灵法门的孩子 个个都在救你们 因为都在救那些 过去帮助过我们 和我们自己是亲戚的一些善缘 所以你要跟下面的鬼都讲 我们心灵法门 一定会来救度更多的众生 包括像你们一样 好 好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如果没有讲 你能不能先离开他 因为师父 回来 我就是怕投胎转世 师父一切不会 有念过其他 他念其他的经文 没有师父的指导 现在已经是他本人了 现在已经是他本人了 跟刚刚的声音都不一样 大家记得出来吗 我不想再投胎转世 可以吗 你好好的许个大愿吧 好吗 这个愿力可能说 我累世累生 以后永远要跟着菩萨修行 否则我会下地狱 可能你要这么讲 才能超脱 可能到天道 阿修罗道 好不好啊 好 你能不能离开他 现在可以了吗 台长尽力 好吧 我请观世音菩萨帮你 好吧 你先离开他好吗 嗯 好好 嗯 看见了吗 大家看见了吗 师父 我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生命不一样了吗 鬼离开他身体了 看见了吗 我让你们看看 还有不相信的人吗 不要跟自己的命过不去啊 再吃婚了 再害人了 不要命了 好好的学啊 请问师父 这位同修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才能帮这位附体终生成就愿望 离谷得了 一千两百张 感恩 请问师父 同修念小房子的质量如何呢 还可以 好的 他这个附体的灵性 实际上是一个很善良的灵性 只是他过去的前世的情人 太执着了 离不开他 一直附体 就是跟他做那些夫妻的事情啊 整天摸他呀 我都看见了 所以你要知道 所以千万不要去欠人家的情啊 你们全部的弟子跟我记住了 不要去玩弄感情 听得懂吗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好好修 念完之后就会好了 正常 刚刚观世音菩萨已经知道了 明白了吗 说不定 三个月 说不定两个月 也有可能 一个月之后 没了 解决了 好 谢谢 感恩 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看见了吗 一下子变个人了吧 刚刚那个神态 跟现在神态一样吗 好 好啦 就你啦 感恩师父 啊 我一定会做更多的功德 做更多功德啊 好好念经 好 现身说法 好 你看开心了吧 臉都笑了 看见了吗 好啦 下去啦